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时间的限制很多 所以我只能给大家讲一些参考资讯 我没办法讲太多细节 因为我也不懂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在去年 去年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我做了快要十年的手机 跟相关的行业 我就觉得说 我做手机做出来都是给人家丢掉 然后丢手机丢越多 公司又赚越多 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有点难过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一个事情 我们就来做 把科技用在医疗电子 就像这样子 照顾小baby 照顾小baby的一个产品 而且这蛮有趣的 就是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就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要去照顾小baby 现在我们就在设计一些产品 来照顾小baby的一些项目 你在赞助商店 应该可以找到一家公司 跟这个产品有关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无线网路的部分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产品 就是把它放在小baby的身上 就是放个袋子 然后可能记录你的运动 记录你的心跳 其实我们大的问题是说 这个东西其实充电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为了这件事 我们甚至去发展一个作业系统 那应该是说为了发展作业系统 就去做一个产品 总之我们中间遇到一些问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们那时候遇到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像这种产品 很可能它在使用过程中 可能会一个月以上都不会充电 但是它跟你的手机 跟其他的周边的装置 会有一些通讯 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说 有没有机会说 让这个功耗去下降 好 那在我们谈那个Local Design之前 Local Design其实分好几种项目 像你在Smartphone你会看到Local Design 然后在Deep Embed的领域 你会看到Local Design 然后甚至在网路通讯产品 不是无线的 而是有线的 有线或者是那种 不要拜托的机器 它其实会有Local Design 那在这之前 我们要准备好一些必要的准备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你会需要准备一些系统化的分析工具 然后你要去设计一个电影管理的机制 那我们今天这个议程 我们只会分 探讨比较基本的 是像这种情境 就是这种穿戴式的 然后它可能是用在医疗 或是一些物言网的预用的 我们不要解答的项目 然后再次你要可能准备一些应用案例 因为像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一些东西 做一些出现的产品 那有可能是没办法过认证 大家知道 医疗电子的产品 没办法过认证就不用卖 那不用卖的话 那就是要花很久的时间再重来 那其实这个东西都跟你的local design有关 工程上你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实际上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从作用系统的角度来讲 你要试着去开发一些工序 就是抗内Switch的一些 像我们要关卡抗内Switch 然后在Critical Session 还有这些英特化的处理 那这边是用一个Open Source的工具 叫做GTK Web 这个是你可以准备这样的工具 那如果下午有参加另外一个议程 就是讲说用铅入式软体做 用Open Source软体做铅入式系统教学 那你可以大概看到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其实在很多商业软体已经有了 但你会发现一些Open Source的一些软体 比方说你发现作业系统 比如说你要做无线传输 还有收集资料 其实像森林的讯号其实蛮多的 像我们之前有分析过 每天从一个人身上收集资料有10MB 所以它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数据 然后再来是说 在整个系统我们必须要知道剧情的运作状况 从你收集资料做无线传输 所以你要配发这样的工具 然后再来是你可能要准备一个Power Monitor 然后去对你的产品做一个测量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像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去建立一个周期线的任务 然后我们可以看系统在iDOTASC它的耗电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右边有一个数据 就是0.02mAh 3.3V供电5 然后再来是你可以去建立一个 你要去建立一些情境 比如说每一秒周期 就是一个spray 让每一秒醒来做一个动作 那你可以看到它peak的耗电 peak的耗电你可以在中间圈起来的地方可以看到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数据 然后再来是你要设计一个情境 比方说设计一个情境是Vegup 那像我们Vegup有些 你可能会设计透过IntelRub 或者是透过RTC的Rub去做 然后什么时候你要去测量出它的Power的分布 然后在我们这边圈起来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试着去进入Sleep Mode 这样回来 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圈起来的地方就是我们花的时间 那你可以看到在我们选定一个平台 像这个是EFN3 2 就是Energy Micro 然后后来被Silicom Lab买下来 那不同的SoC它会有不同的规大时间 这也是一个考量 然后这些功夫做完之后 谈这些进阶电关系机制才有用 因为你要考虑说 你要调整对象是什么 不然可能都是摆错工的 然后再按Codex M Codex M32的系统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架构 那它的价格其实它就跟16位元 16位元的MCU 甚至跟传统的8位元的MCU 其实价格是差不多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去设计一个Ticket Scheduling 那 基本上它的想法是怎样 就是说我不去依赖Ticket 好 我不依赖周期性的Ticket 那我可能是透过其他Ticket 然后再来是我只有发生Intrad的时候 我才会醒来 醒来之后 我才做必要的排程动作 然后再来是你必须要发展一个PoFi 就是找出Hotspot 所以 以前的Ticket可能是这样周期性的 就是 那我们现在就想把该做的事情 把它集中一起做 好 然后 再来是你会去设计一个Firmwork 就是去PoFi整个系统的运作 然后从这边得到一些数据 然后进行再去调整 好 然后 呃 最早 这个项目呢 最早我们是在群统开始做这个项目 那我们做一做后来 我们想要把它open source出来 那 下午还有另外一个议程 下午有另外一个议程叫做 就是 呃 等我一下 下午有另外一个议程在讲这个 F9 Micro Kernel 就是应该是今天最后一场议程 好 所以我们最早是发展一个 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其实很怕出一门造居 所以我们后来采用一个策略 我们的策略是怎样呢 我们的策略就是 我们一方面发展自己的 自己的作业系统核心 那一方面跟 已经有的open source project 合作 所以我们现在跟两个open source project 合作 一个叫rtisway 那rtisway是 有一群很乐趣的上海朋友 其实他们白天都有工作 而且在一些知名的爱琴社利公司工作 那白天都有工作 然后用闲暇的时间 然后做一个 做一系统叫rtisway 那另外一个是 德国的一个学术研究 叫IoT 那我们跟这两个项目合作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 我们把刚才讲的那些演算法 还有工具 套用在这样的一个 專案上 然后从这个过程中 看看回馈 那稍微简介一下 第一个rtisway rtisway是 刚刚有讲过 就是由 发源自中国的大陆 那不过在很多地方 已经有产用了 它整个设计来讲是 物件好像的一个设计 它是一个Virtime的核心 然后它支援 Vis Priority Scheduling 然后再来是 它有支援上 就是基本的那个 像Test 还有Priority 都选的部分 然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你如果去下载rtisway 你会发现 它跟其他的rtisway 有点大不同 就是它的空间特别大 因为它 它连一些参考的应用都做给你 所以包含GUI 包含Web7 就是它 它是一个 还算蛮认证的东西 那它一些应用 比方说 它是 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应用 比方说 跟中国的一些政府 单位合作 就是 比方说下水道的清洁系统 就是 下水道清洁系统 下水道清洁系统 很大问题是说 其实 你会需要放置一个 机器人 你想像一个机器人 或一个机械装置 随时去监控 那个 下水道的状态 因为除了蜘蛛人的对手以外 没有人会呆在下水道里 所以 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系统 那下水道有非常多参数 那其实这个中间过程很有趣 甚至用Web Service 来跟你一个 Monitor监控 所以这个设计很有趣 所以它底下是一个 RTG RAM 然后中间 里面有一个Web Server 然后透过Web Service 那你可以用 包装成街上格式 甚至可以用你的Smartphone 去看下水道的状态 那你甚至可以动态 去一些路径 改变一些要监控的项目 甚至去测量 因为像下水道其实很麻烦 就是说它不只跟排水系统有关 还在跟环境的清洁有关 好 然后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项目 其实在中国的政府 就在用 那它就有支援一些 晶态跟动态的集体管理 那另外一个项目叫做RIOT 那RIOT这个项目 其实蛮好玩的 那我们已经对RIOT这个项目 有做贡献了 就是如果你去下载这个RIOT的原始程式 然后你会找到我们最近做的贡献 那它基本上是一个 麦克克隆架架 然后它有去实作一个Ticket Schedule 那简单来讲说 不会有interrupt发生的时候 我会起台 我才会做排程动作 那原本的 原本麻烦那样是什么 就是你隔一段时间就会起台 然后去看有没有要 要继续排程的项目 那TX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Eternal Interrupt 其实基本上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 然后 再来就是说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就是它 ROT的目标就是做出一个 IoT 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一些物理网的一些应用 所以它的设计有一个很好玩的点 是什么 它跟传统的RTOX有一个很大不同 是User可以决定做一个Test 不要弄也要弄多久 它是以Energy Efficiency 当作首要目标 所以 它跟一般通修作业 有一个很大不同 就是说 我在User Space 指定一个Timer 那这个Timer可能有两种 一个是Short Time 一个是Long Time 那Short Time 那Short Time 就是一般 对做一种认知的Short Time 那Long Time 我们在实作层面 可以把它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一个RTC 那表示什么呢 如果你的任务都是一个 很多使用的Timer 都是Long Time 比方说用秒来当单位的话 那因为RTC 在很多MicroController 它的RTC 的Long 它的单位是用秒来算 表示什么是呢 表示你的Tick 就是以前的系统 都要看它的Tick Count 看它的那个周期 那这个时候 那我们这个实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对应到 RTC 的Long 表示什么 中间的Idle Store 你就可以直接进入什么 进入你的 进入StateMall StateMall 然后用RTC 把它带起来 那以STN32F4 这个MCU来讲的话 就是它有支援要件的模式 SleepMall Stop 然后Stop 又打开RTC 那StateMall 就是没有RTC 然后Memory Memory关掉 或是RTC打开 或是RTC打开 Memory打开 StateMall 那这几个项目呢 很有缺点的是说 如果你系统有支援Long Time 的Timer 那你就可以把它办起来 那 嗯 我们最近在做的项目 就是说 如果你去看那个ROT 原始程式嘛 就是 大概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去贡献的 我们就是在 STN32的平台 我们去实作一些 HardWay Time 还有Long Time 还有Short Time 好 然后这个项目 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是什么 就是说 它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但是它还支援好几种 Communication Stack 所以 像那个 呃 IPvSys 呃 就是 IPvSys啊 TCP啊 UDP 这个有支援 然后我们最近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的 BOE的Stake 就是 我们想要把我们的 BOE的Stake 把它捡出来 好 那 ROT 这样的话 就是你会觉得 就听起来这些特性 其实还蛮 蛮有吸引力的 你在它的网站 可以看到一些 好玩的东西 好 好 不喜欢看到广告时间 好 好 对啊 我有点紧张 好 那这是那个 ROT的网站 那它基本上是 德国跟法国的 研究人员 一起合作的项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跟一些 知名专业区比较 像 Honokia TimeOS 还有Lunus 做比较 那你可以看到说 ROT 基本上它是 技体开销是很小 Killify等级的 然后 有支援C 跟C++ Long Time 然后 也有支援MNU的硬体 所以它在 它在 按 那里的硬体 也可以跑 好 那比较大的麻烦 另外就是说 不是每一种程式都可以支援 那个 Long Term Timer 因为Long Term Timer 因为Long Term Timer 比方说你把它绑到一个RTC 你会遇到一个大问题 就是 在RTC 而让醒来之前 这个系统是完全没办法运作的 所以包含那些 Essession 包含那些 你想得到那些有了没的操作 有可能都是失效 这跟以前 传统的作业系统有很大不同 那这导致你在Debugging 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 遇到这种是怎么办呢 所以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课头 就是做了必要机制 就是像这样 就是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 类似科隆的K-PROPS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在其他的OS 把我们要做实验的地方 把它先做实验 不管是对电影管理做改善 或者是想把它降低企团 我们先跟这些community的开发者合作 然后我们丢一些patch 那些patch有些接受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实验 然后 然后 做一些实验之后 不要说我可以去做这种电影的测量 然后当然你要准备好你的环境 那 这一点我觉得是最困难的 尤其是对作业系统设计是最困难的 因为 其实 我们整个系统是很小的 就是整个编出来 大概现在 整个系统大概才 20 23到 30k 左右 但是有个大问题就是 这个23到30k的大小 它其实它是最核心的地方 那其实你真正影响的功耗没有很多时候 准备出的来自p有一 来自 你的硬体的配置 其实 这是在我们这个设计 比较还没有做 还没有办法做得比较好的地方 好 那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系统的特性 我们稍微看一下 好 然后 在那个ROT上面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 延迟程式码的部分 它的那个分层是这样 它在ROT里面 它有若干的指向 比方说ROTOS 好 你可以看到说就是在这边有些板子 那这板子有可能从Codex M等級的 UN7 UN9等級都有 然后可能会有搭配不同周边 比方说它没有有 TCP 或者是没有网路的 或者是总无线的 然后再来是 它的授权我们条款是LHPL 那有些项目啊 比方说我们最近做的项目 并不是GPL 所以他们就把它 把它用一个SERPARTY的 所以我们最近贡献的地方是 SERPARTY部分 SERPARTY CPU 跟SERPARTY BALL 那它不是GPL 不是LHPL 有可能会为了这件事重启 然后还在 不过这件事还没有发生 所以我们 独立的license 的话就会在这种地方去显示 然后再来是 主体 那这个 这个系统好玩的地方就是说 像我们刚才讲 那个 它的主体 基本上它的主体 基本上就是一个SCHEDULE 然后再来是 它会有一个HOOD TIMER 那HOOD TIMER 那HOOD TIMER 就刚才跟他讲 就是它有LONG TEN 跟SHOT TEN 那LONG TEN 跟SHOT TEN 这个比较麻烦呢 就是因为你如果用到LONG TEN TIMER 那它里面有个东西叫VITIMENT 就是它里面有个设计叫做VITIMENT VITIMENT就是顾名思义 它就是VIRTULE TIMER 所以基本上在对程式开发者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操作的对象是一个VIRTULE TIMER 那这个VIRTULE TIMER 到底实际上要对到说 比方说ARM的话 是ARM CODEX MR 你可能对到SYSTIC 那你可能对到一个GENERAL TIMER 比方说STM 3 你可能是TIME 2 TIME 2 TIME 4 那或者是你可能最有 从头到尾都可以对应到HOST端 比方说你要在LINERS上摸你 就是在LINERS上 然后把IoT跑在LINERS上 那你可能就是用到HOST端的API 比方说用到PoSys的那些Clock相关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就是VIRTULE TIMER 它们在包装的一份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这个实作来讲 这个系统好玩的地方就是说 它其实在把这些细节把它服装起来 那所以你就可以去设计一些 LONG TEN跟SHOT TEN的变化 那这个东西对驱动程式的开发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好玩的地方是在 如果你是开发VoE的 就是Network Stake的人 就会比较有趣 那像Network Stake 它来讲的话就是 比方说我们看了一个PIN PIN的话就是像TTL 那TTL 请问它要用LONG TEN 还是用SHOT TEN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问题 如果你是看网路的動作 其实你可以直接就用LONG TEN 但是如果说你要看TXRX 那你可能就是用SHOT TEN 就是你在整个系统的 调试的地方就可以去做这件事 那所以ROT 这个OAS它提供就是一个弹性 那你可以去设定不同等级的TIMER 然后再次你可以去设定 你要说你要用到HIGH TIMER 然后你可以指定不同精确度 所以它也有不同的Resolution的TIMER 可以用 那这个是在ROT裡面 有一个算是比较大的突破 然后我们最近也在我们自己的项目 就是F9 这个项目会再跟大家解释一次 那基本上它就是把这些成果 再重新去实作 那我们采用比较宽松的授权 我们是采用BSD授权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在很多OpenSource的RTOS 比方说我们讲FREATOS FREATOS是GPL License 那像RT書类它是GPL License V2 然后ROT是LGPL 这是我们绝对比较推理一下的观 因为它的底层是Minecocono 它只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 那上层来讲的话 你可以挂一些Purpertory的收尾 那如果你的系统是用FREATOS 来建构的话 变成说你整个系统都会被GPL所涵盖 这是在我们设计上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然后在ROT 现在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设计 其实你可以想象 这个设计其实它就是提供一个 应用程式开发者 一个比较可以微调的地方 那你们注意到一个大问题在哪里 它根本不支援Pre-entry 所以在ROT 里面 它是不能做Pre-entry的 它所有的TESC都是写统式的 所以基本上在写TESC 基本上很像在写 类似在写Core-routine 这是像ROT 比较大的知名商 所以在稍微复杂一点的系统 技能上它是没办法去运作的 但是这个项目有个好处 就是它开发是还蛮活跃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基本上这个 这个 这是我昨天Sync 对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基本上它的开发 那个 时间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 基本上每周都会有那个改版 那它其实除了Kernol以外 就是基本上最有用的东西 其实它是它的那个 Network Stake 那你可以去参考说 像那个ROT 里面它怎么去 呃 比方说 SysLowPen 像这样的一个项目 SysLowPen它就怎么去实作 就是实作两种 帮他跟修登他们 还有说他的Ticket Dispatch 在做的事情 然后在RT Spray呢 这几年其实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RT Spray 就是因为他们有些具体的 一些商业合作案子 那我们刚好也有一些接触 所以就是说 你在大陆一些论盘 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下RT Spray 那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做这个 相关的就是 一公号设计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 就是 Power Efficient的设计 那其实有非常多种 多种模型 那不过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件事 无论你今天是做一个 幼儿的生理监控系统 还是说网路 做传输 基本上你遇到的问题 其实它是 这种Program Model 跟原本 比方说Portis的Program Model 是会冲突到 因为你对那个Time的定义都不同 那虽然像ROT 它做一件事就是 把引入一个RT Spray去做这件事 可是 在应用程式的开发者 其实它是不知道的 这个资讯 所以你常常要做什么事 要做Paporation 这是在目前比较麻烦的地方 这也是目前没办法做Penching 就是目前ROT 没办法做Penching 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它的Time的极致 这是 这是一个困难 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些项目 然后 在我们做好的系统之后 就是我们正在改的系统 就是把这些经验全部把它整合进来 在我们前面是说 我们系统里面有一个BLE的State 上面有一些 比如说幼儿照顾 或是找人家照顾的一个系统 所以有一些Page 在这边 可能选定的引体在这里 然后我们有一个动态的 有一个Tracy 还有Profile 那会记录这些Event 然后可以把它视觉化起来 那我们现在目标是希望说 我们整个基本的架构 除了BLE以外 我们其他都想要把它Open BLE 我们基本上是希望是在明年 把它明年初把它Open 它其实也是类似的做法 然后 然后 欢迎大家加入 好 那 自己怎么加入 可以参考下下我们的一层 好 然后在我们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那个 这种我搬到台南去生活 我觉得 就过得比较开心 所以就是 所以我们在那个 所以我们 我们就在南部 弄了一个研讨会 那今年是第二届 它叫 Mobile Open Open Conference 然后 就是MOMCOM 那今天在高雄国际会议中心 然后 你有没有看到中间那段字 看不到对不对 我帮大家念一下 坚持在佐水溪以南 举办行动科技为主的研讨会 要看到这个 然后 那我现在呢 就是 呃 今年呢 我们包下了那个高雄的国际会中心 所以 你可以想象 Costcap 这个场地搬到高雄去 好 那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 邀请很多奖者 那 也欢迎大家呢 来投稿 分享一些经验 好 那我们这次有邀请一下 KKBuds iPod 一系列公司 好 然后欢迎跟大家分享你的心得 好 那就是 你的 就是你的一些行动营业的经验 开发 还有些数位内容 那我们这次甚至还有邀请到那个 以前做过音乐啊 出过唱片 DJ 然后现在做 数位内容的一些讲证 那我觉得这是 蛮有趣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场地也是可以 欢迎大家去做 宣传自己的 自己的应用程式 那如果你愿意在台南高雄 设立公司 或是找人 好 欢迎大家去参考一下 好 那以上就是 包括到这边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看一下 呃 自己做其实可以做的 就是 呃 这个Power Monitor的话 基本上 就是 你一般的PowerSpy 其实可以做 但是要看点减确度 所以 你的问题是 Prescater 能够做到 够高减确度 Prescater 然后还有 供电 是不是 就是 因为我们的 产品有可能是用那种 三伏的电池供电 所以它的供电 它是其实不稳定的 它不是稳定 像手机那样是稳定的 稳定的 稳定的电压 好 那你在用那个 三伏的那种 抹扣型电池 它很稳定的 这是我们现在没办法摸你的 对 这个吧 你接上去 然后 像这个装置有个好处就是 它 你们看这边有USB孔 好 那你可以把那个 那个东西弄得起来 它就会画出 对 还有 另外一个问题 对 好 为什么今天没有带个托平 好 下午 还有 好 这位各位 好 好 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好 好到我们只能下回忆再回忆 阿贝好像很长 就是说 呃 我们在 柯农在执行的时候 其实他就需要一个 我们刚才不是说Table 为什么要去放这样架构 就是因为 这两边都是要对得上 你绿油炭其实 目前我们看到很多装置 是对不上的 会有很大的落差 而且 你要考虑到我们的产品 有可能 卖出去都不充电 好 就是不至于会出人命 但是就是卖出去可能不充电 所以 在 呃 系统来讲 你要依赖 schedule 就是你要有个 profile 挂在什么 挂在schedule上面 或者说像我们 架构是一个 它可以挂在 动态去修改 课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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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可以排阶一辈 那你把那一辈 抖了起来之后 再跟你的Power的 PauseScribe的记录 再做一对 这样才能够 看到一个修正图 好 以上 呃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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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